好玩 哦 OK 说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志恩 那么今天呢 是圣诞节 我们在南京 来南京的话 大家一直都会推荐的一道美食 叫做鸭血粉丝汤 鸭血粉丝汤我之前是一次都没有试过 因为鸭血是不吃的东西 然后里面包括有内脏 也是我不吃的东西 不过真的有太多的人 安利我鸭血粉丝汤这道南京的美食了 所以我今天勉强抖胆尝试一下 鸭血粉丝汤 闻到味道我连它的名字都不太会说了 我就这样拿着 已经有一股非常浓厚的味道 飘进了我的鼻子里 我来尝试一下 香菜 一股鸭子的味道 大喊不妙 鸭子的味道太重了 我可以感受得到它是很香 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点点抗拒心理 你看 应该有鸭肠 这是鸭肝吗 完蛋了 完全不吃这个东西 香菜 鸭针 以及最下面是粉丝 所以鸭血在那 不是鸭血粉丝汤吗 为什么没有鸭血啊 啊 在汤里面有呢 汤里面有鸭血 有这种豆腐 搭进去 送过来之后粉丝也拖住了 把它搅一搅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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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确实还蛮香的 不是很想把它搅开了 我能直接咬这个饼吗 饭来了 比起在上海南京的温度真的低好多呀 听说已经到零下了 然后大家都很期待着可以看到雪 结果没有看到 脚开了 我先喝一口汤试试看 除了咸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害怕 因为我不吃内脏 我也不吃内脏 闻一下嘛 没有关系 挺香的吧 有一种腥味 我还是很害怕 我先吃一口粉丝 嗯 就是很普通的粉丝 我往里面倒一点辣油 哇 脚开脚开 我要开始挑战一下 没有吃过的东西了 嗯 在那之前先吃一个这个吧 嗯 有豆腐还不错 吃了满满的汤汁 还是挺好吃的 那我接下来从 最初几的开始挑战好了 先是 鸭血 鸭血 看起来是很像豆腐了 我其实有问过 吃鸭血的人 鸭血是什么口感 说是有点像豆腐又不太像豆腐来着 啊 啊 根本就咬不断嘛 上面还有我的耳硬啊 哈哈 啊 啊 啊 根本就咬不断嘛 啊 根本就咬不断嘛 嗯 好奇妙的口感 有一点像那种椰果 可是椰果不太容易嚼辣嘛 它有比椰果稍微会好嚼一点 跟豆腐的口感不太像的 勉强能接受 应该 还是能不吃就不会吃的 稍微比鸭血更加厉害一点的东西 我认为 鸭肠 这个 这个更难了 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 来吧 速战速决 我觉得这一家店做的鸭血粉丝汤应该是还蛮不错的类型 因为我没有吃到那种想象之中难以忍受的味道 还挺美味到的 再来挑战一个更加厉害一点的 方舟以前绝对绝对不会碰的 鸭针 今天竟然要尝试了 走吧 做得太干净了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不过这跟鸭肠的味道不是一样吗 突然感觉有点无趣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呀 好 应该剩下的就只有这个肝吧 哇肝 噩梦之中的噩梦 小的时候 我一直坚持到一块猪肝 就是那一瞬间直接把 像肝这样子的品类 直接打入黑名单 哇绝对接受不了的口感 我把它归为这一次的最高级别 这太大块了 我要换一块小的 这样子也可以吧 这样子也可以吧 我们准备尝试了 321 咋了 不好吃 怎么了 怎么啦怎么啦 绝对不可能 干嘛你吃到什么 干 不行啊我是绝对受不了 我是绝对不会吃到 我已经 那是太恐怖了 你也不尝试一个 No 我就尝试了一小块 不行我真的不行 我可能会晕过去 任何这种内脏的东西 我绝对不可能尝试 但是这里面其他的没有味道 我不管 那口感我觉得我也不行 就是 不行 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气 贡献在这一块干上面了 准备要结束了 好 你在跳松棒吗 好的 今天鸭血粉丝汤的挑战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少会有再吃他的机会 好 就是这样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